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7年的Audi極限體驗營 其实这次的课程和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我们一样有一些赛道上的绕行 所使用的车款可能是一些Audi S车系或是RS车系 在这个体验课程里面 其实它所教学的东西是非常受用的 包含了你一些观念上的建立 在赛道上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去体验这些车款的特性还有它的性能 以Audi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Quattro特性 让它的整个抓地力反应很好 那其实有些车主在买这些车之前 它不晓得这样的一个车款会带来 怎样的一个驾驭感受 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包含了它有ABS的一个沙停 然后它有绕追的一个体验 其实你的车子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你可以让它更加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其实以这次的活动最大的主角呢 其实是一个Audi的TTRS 它是一大亮点 因为这台车子目前正准备要引进台湾 不过因为环保法规噪音的一些排放的一些问题 所以目前有点卡关的状态 不过我相信不久之后 Audi TTRS有可能会跟我们的台湾消费者见面 那从外形上来讲呢 它是TT里面最强的一个版本 包含它整个前保感的一个造型 非常的夸张的 在中央的盾行水扬护罩 它是里面呢 运用非常多的风潮状材质来做点缀 包含在两边的开口 还有它整个头灯的配置 都是非常具有杀气的 那甚至你转到尾部来看 它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尾翼造型 这是和一般的TT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甚至在内装部分 和一般的TT是有一些雷同的 包含它的出风口 类似于喷射机引擎的一个造型 它在仪表板的部分 它也是全液晶的显示 再搭配上呢 两张RS的一个座椅 所以它在整个驾驶的一个感受 它的回馈都是相当强烈的 那待会这台车子 我们可能会上赛道来做体验 待会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试驾心得 现在我们就要试驾 大家非常期待的TT RS 一上车之后 它整个引擎的声浪 是跟一般的TT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再加上它整个方向盘 这是R8的方向盘 包含它的整个右手边呢 还有SUS UP的按键 还有Drive SELECT的按键 在左右两边 所以再加上它两边呢 有点类似于反皮的包覆 一坐上车 它整个热血的一个驾驶感受 马上就带进来了 而且它的整个引擎声浪 目前为止就已经相当浑厚了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 它在载道上什么表现 先讲一下载车搭配引擎 比较特别 它是一具五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是2.5升的 最大马力有400匹 再搭配7速的DSG 双低耳机之后排的变速系统 0到100的加速只需要3.7秒 算是蛮狂暴的一个表现 我们等一下马上就可以体验到它实际的一个加速性能 现在正要出bit去 这个引擎它运转的一个顺畅程度超好 它动力几乎是随传随到 没有什么涡轮磁质的一个反应 变速箱也超级聪明 我们现在是用Dynamic模式 然后它是一个S档 超快完全交给它就OK了 然后现在急煞车进弯 我们要讲一下它搭配的是一个八活塞的卡钳 所以它整个自动力道非常的棒 整台车子没有什么侧倾 基本上跟轨道车一样粘在赛道上 低速弯的表现也很棒 而且你一出弯对准出弯点的时候油门踩下去 力道马上就给你 不会犹豫它不会把你绑得死死的 你再听听看这引擎声浪太夸张了 我们现在来到大长包小长 它在弯道这种刁钻的弯道灵活程度也非常棒 完全没有任何的迟疑 而且你要晓得它是四轮传动系统 但是它并不会把你绑得死死的 当它判断你在弯道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会给你适时的辅助 让你去带这个弯的时候可以更加的顺畅 而且在车整个平衡性的表现超好 所以它配重上做到相当不错的一个程度 而且很多轻量化的一个设定 让它开起来超级轻快 整个转向的灵敏度啊 整个指向性 而且非常的听话 而且你看我在弯中其实就可以补油了 它不会把你锁住 然后刹车给你的信心感也超好 这种车是跑大鹏弯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对位 而且是可以发挥到它的一个专长 引擎升浪完全不输给R8 这具五缸的引擎 它整个运作品质真的超级厉害的 绵密的程度很好 甚至那么有一点不像是涡轮车的感觉 而且当你收油踩刹车回火的 那个后面的一些啵啵啵的声浪 整个声光的效果 厉害 还是有一点推头 它原始的设定其实 以Crosser来讲还是有一点点推头 但是其实在这个推头过程当中 大家感知到你现在要去的方向的时候 它还是辅助你 所以你完全不用害怕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跨错等级其实也是蛮高的 OK两圈很快就结束了 一游未尽 TTRS名不虚传 非常厉害的一台双门小跑车 真的很希望它可以引进到台湾 台湾的法规实在有点落后 什么噪音啊问题啊觉得这台车太小不应该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那都是 不会讲太难过了 希望它可以验过 其实每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驾驯营 对于自己的驾驶技术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精进 算是一步一步的磨练 那其实透过不同的车款的体验 你可以了解说不同的一些引擎形式或者是传动房子 甚至是在就包含Quattro的等级 它都有一些些的不同 它所带来的驾驭感受其实是相当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驾驯营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花一个少少的钱 你可以体验非常多的车款 甚至你可以来大棚湾住宿一下 那以放松的心情来做学习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最好的效果 如果你对Audi的高性能车款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更应该要来参加这样一个驾驯营体验活动 那让你去了解说这样的一个车款可以带来怎样的一个操控极限 同一时间其实对你的驾驶观念 对于你的驾驶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帮助 那我们这次的体验活动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